9月28日A股的收平啊 不太舒服的一天是不是 满平皆是绿的啊 大家看一看啊 现在呢就这一个红的 这是什么呢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小的七指啊 只有他一个是红的 整个呢今天的亚太股是全线的大跌呀 我们实际呢跌幅的还不是太大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恒生跌了接近三个点 恒生的科技跌了接近四个点啊 我们说呢韩国呢跌了2.45 韩国就创了近20个月的新低 当然了我们的A50呢 我们的上升50呢 也是从那年的2月份开始 这不也差不多也20个月了是不是 也是全球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大家看在这个美元强势美元的 这个大环境之下呀 要是市场要走好呢 还真是挺难的是不是 现在的信心呢 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把最后的那点精气声都打没了 前天还好是不是 说抄底还有人敢抄 今天谁还敢抄底呢 但这个地方呢 我只想跟大家说一句话 机会呢是跌出来的 这个位置上不要浪费机会 不要恐慌 现在要做什么 挑选一些标的 挑选一些股票 等待着好的位置 你的位置 不一定等市场完全气温啊 你要等市场完全气温 有些时候可能就失去机会了 这也等说等确定性的机会 确定性的时候 都已经有一定的表现了 那么买在一个相对好的位置 只要符合你的交易系统就可以了 我因为呢还是那句话 不要浪费机会 不要恐慌 耐心一点 保持着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 我首先说 这个位置是A股 包括今年的四月份的那个位置 就是A股近十年以来 估值最合理的 也就是最好的位置 这一点从大方向看 应该抱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当然了 从技术分析走势上呢 这个有些时候它估值 咱们不搞这个基本上 我不太搞基本分析 但是呢 我是搞技术分析的 但是说什么呢 技术最后呢 基本面都会融入到走势当中 所以说我们搞基本分析 技术分析还是靠谱的 但是呢 基本分析毕竟是 它这个是内在的 还是决定了最终的股市的走势 那么这个位置上看呢 现在是情绪上的悬泄啊 底部区域呢 总是在恐慌当中 所以说一片呢 就是这个恐慌当中产生 是不是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数据啊 今天有一个好现象 北上的资金呢 盘中最多才流出了接近 70个亿啊 现在到尾盘呢 尾盘有个小峭尾 但是尾盘的指数是加速的 向下加速的 你看尾盘创业盘指数已经跌了2.57了 尾盘是加速的 但是尾盘北上自己有回流的啊 已经收载到了38个亿啊 接近一半一半啊 全天最多下是接近70个亿嘛 是不是一半 这个是一个啊 今天的 实际呢 今天下跌超过5%的呢 有587只 相较于指数这个跌幅呢 我感觉还不算多啊 3%的呢 有2,090 就是中位数呢 还没到 你看3% 就是个股跌的 反正你也算不算多吗 中位数的跌幅超过了3% 还是挺烈 个股杀跌的 还是挺惨烈的 得说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涨跌幅的数据啊 另外呢 大家看今天的能源金属跌的多 又杀了一只大白马 是不是 华友 杀的挺惨 那么有些同学说 前两天就走势挺好的 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设好防守的位置 在底部区 什么情况都会出现 我今天要重点说一下什么呢 指数是指数 个股是个股 个股一定要严格的指引指数 尤其是在低位 杀破重要的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封印 因为突然给你杀出一个棒 这谁也受不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挑选标的 等待机会 出现一定极端走势 赶紧先跑出来 然后反正我们手里头 只要有钱 只要有钱 有子弹 什么都不要怕 我们最后来看看指数的走势 我们来判断一下呢 是究竟应该持股 还是持币过节 我可以很坦率地跟大家说 我不管它跌或者是涨 我肯定是持有部分仓位过节 现在呢 初步定是六层仓 实际我现在也有六层仓 没动啊 就说我也不想折腾了 或者是呢 我最多呢 调一调 调调仓啊 前面不说了 调选标的 做好呢 进场 另外调整仓位的 调仓换股的这样的准备啊 我们来看看指数的走势啊 实际呢 我们看到全天的主动性买盘 这是红毛 这都叫主动性买盘 全天的主动性买盘 一点都不少 少吗 一丁点都不少 只不过到这个位置先看 这个位置是2点15分左右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上下 而且指数在这边跌至 越来跌至越快 尾盘呢 基本上没有红毛 没有主动性买盘 那么 北上的资金是回流的 说明什么呢 有 还是 只不过人家没主动买 是在下面接的 所以你看不着主动性买盘 它是接的 杀跌的过程当中 也在下面的挂单 这样就成交了 这是聪明的指数 这个位置没有事啊 今天不好的是呢 3044.86 昨天是3048 跌穿了低点 在这个日K线的走势图上 创了新低 这是一颗低位的这种棒子呢 肯定是下跌类的K线 就说明这个呢 下跌还没有结束 这个位置呢 我必须得说一个事情啊 这个位置呢 有三个指数都有共振的低久 另外出现这种下跌之后 连续几波下跌之后的低久 我认为这个位置 加上我们的估值体系 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左侧交易的 就是左侧抄底 我认为是可以的 现在我也认为是可以的 甚至是全仓问题也是不大的 但是你要降低一些 你的短期的预期 可能短期呢 还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宣泄啊 但是站在一个 比较相对的一段时间 不用看咱们看四季度啊 四季度 我认为呢 这地方呢 你是应该获得满意的效果的啊 你应该得到满意 我们小散户炒股呢 那么也有两个方法 是吧 一个是呢 我们说基本分析的估值法 也就是说我们说 它是一般是偏左侧的 是吧 因为越跌大跌是大买的 买完之后呢 等待着耐心的 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你不能只说我今天抄底 明天马上就涨 当然谁都希望马上就涨 有些时候这样的时候 你抄完之后 马上就上涨 那当然也好 是 但是左侧呢 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假如说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啊 这个抄定之后 不排除指数 可能还有这么一摊 甚至这样的一摊 但是啊 但是这个位置 距离最后的那个低位 叫这个地方的比较 那不就是小多了吗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参与了这个大 或者你的抄码在这呢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 在这个位置的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 即使是再有预先 因为你是左侧交易者 左侧交易者呢 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是买 买 在这下跌 然后买了之后一摊 可能呢认定一段时间 那么右侧交易者 这样市场展示 右侧交易者是什么 等待确认的这个位置 实际他俩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先买 他呢 他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右侧呢 在这个位置近 但他赚取的呢 也是这一段 关键呢 他是这个道理啊 来我们看看走势吧 这种K线组 肯定是右侧买点 肯定是没有 这是30分钟走势图 30分钟呢 再次出现 这样的低位的动画 30分钟动画 60分钟呢 现在还没有 再往上一探呢 又出动画了 应该是又出动画 但是这个级别很小 一跌呢 就没了 那么实际呢 结构上呢 就看差一个30分钟了 现在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低久 是一个失败的低久 因为他两天之后 创出新低了 这就是失败的低久 但是失败的低久 不代表他这个位置高 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其他的指数呢 咱们就不看了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 创业板指数呢 在这一段的跌速呢 是挺快的啊 创业板指数 注意啊 没创新低呢 创业板指数 还有一线的希望 比较关键的呢 就是说 能源金属 就是赛 包括一些赛道的股 他们 什么时候起稳 这是很关键的啊 那么我表明我的态度 这个地方 左侧的进场点 已经出现 那么右侧的白点呢 昨天我就说 我说这地方 不是右侧的进场点 只是一个反弹的位置 60分钟呢 实际对应的反弹的周期呢 是6天 今天创新低呢 就是这个反弹 向后验 但是不代表没有 是什么 是还 他还没来呢 这个反弹会出现 我判断 11前后 是应该走 反弹的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反弹之后 反弹之后 我估计后面还有增长 甚至才创出一个新低 这都有可能 所以说呢 做好调仓 反弹之后 调仓换股子 这样的 你看 一个弹 降低降低仓位 弹完之后 再往下震荡震荡 再把挑选好的股票换了 然后做后面的一步 我因为四季度啊 这个行情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啊 11呢 期间呢 我们就把这个股市的事情 简单的把它忘了一遍 偏重一下生活 毕竟生活呢 股市不是我们的全部 生活才是我们的全部 是不是这样 最后呢 喜欢齐鸣的 请点个关注啊 关注我明天上午 9点20的抖音直播 谢谢大家